上主,求祢徹听我,求祢拯救那仰赖祢的苦能,我的天主,求祢怜悯我,上主,我整天呼求祢。 因父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想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在试验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统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上主求祢垂怜,基督求祢垂怜,上主求祢垂怜,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心。 阿们,上主求祢垂怜,上主圣人,祢垂怜,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信仰你,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独生子 主天主 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 除眠失罪者 求祢垂怜我们 除眠失罪者 求祢福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佑者 求祢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祢是圣的 只有祢是主 只有祢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 祢和圣神 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祢使我们信众团结一致 爱慕祢的戒律 期待祢的恩许 虽然出身于变幻的尘世中 而能洁身自豪 一心向往天乡 以上所求是靠祢的子 我们的主 见诸耶稣基督 祂和祢即圣神 永生永亡 阿们 公读诺书书 那时候 诺书书去舍根 召集以色列各支派 也召集了以色列的长老 首领 审判官和官长 他们就站在天主面前 诺书书对全体民众说 如果你们不乐意 事奉上主 今天就选择你们 所愿意事奉的神吧 或是你们祖先 在大河那边 所事奉的神 或是你们现在 所住这地方的 阿摩尼人的神 至于我和我的家族 我们一定要 事奉上主 民众回答说 我们绝对不愿背弃上主 而去侍奉其他的神 因为上主是我们的天主 是他宁我们和我们的祖先 托尼的埃及 我们亲眼看见了 他所行的那些绝大的神迹 在我们所走的整个行程中 在所经过的一切民主中 他始终保护了我们 因此 我们一定要事奉上主 因为他是我们的天主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请你们体验并观看 上主是何等的美善 请你们体验并观看 上主是何等的美善 我要时时赞美上主 我的口舌不断赞颂上主 我的心灵因上主而自豪 谦卑的人听了也必欢悦 请你们体验并观看 上主是何等的美善 上主的双目垂顾异能 他的两耳倾听他们的呼声 上主敌是恶能 把他们的纪念从人间抹去 请你们体验并观看 上主是何等的美善 一能一呼好 上主立刻浮云 拯救他们脱离一切艰辛 上主清静破碎了心灵 医治能精神的苦痛 请你们体验并观看 上主是何等的美善 一能虽然多灾多难 上主却忽悠他安然无恙 保全他的全身骨骼 连一根也不自责断 请你们体验并观看 上主是何等的美善 罪孽必自恶能于死地 那憎恨一能的必受惩罚 上主必救赎他的仆能 凡投靠他的绝不会受处分 请你们体验并观看 上主是何等的美善 攻读圣保路中土 自阿弗所能书 弟兄们 你们要怀着敬畏基督的心 互相顺从 你们做妻子的 要服从丈夫 如同服从主一样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服从基督 做妻子的也应该怎样 适事服从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自己的妻子 就如同基督爱教会 并为教会牺牲自己一样 基督以水洗 借生命之眼洗进教会 使他圣洁 好使他成为一个光药的教会 呈现在自己面前 没有瑕疵 没有皱纹 或其他类似的缺陷 他应该是圣洁 而没有污点的 丈夫也应当这样 爱自己的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 爱妻子的人 就是爱自己 因为从来没有能 恨过自己的身体 总是保养顾惜他 就像基督爱护教会一样 因为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 因此能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结合 而能成为一体 这奥秘是伟大的 然而 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主说 我是道路 真理 及生命 除非经过我 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主生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的门徒中 有许多人听了他讲的话 便说这话太难了 谁能听得进去呢 耶稣自知他的门徒 为了这些话 议论纷纷 便对他们说 这话是你们其反感吗 如果你们将来 看见人子 生到他原来所在的地方去 又将怎样呢 世人生活的是圣神 肉体一无所有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是圣神所给的 也是生命 但是你们当中 有些人却不相信 原来耶稣从起初就知道 哪些人不信 谁又要出卖他 所以他接着说 因此我对你们说过 除非蒙父恩赐的 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 他的门徒中 有许多人离开了他 不再从他往来 于是耶稣对那十二门徒说 难道你们也愿意退去吗 西门波多路回答说 主啊 唯独你有永生的话 我们还偷奔谁呢 我们相信 而且已经知道 你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圣者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是 常年七弟二十一主日 五饼二语之后 耶稣说 你们找我 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 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 接着耶稣讲 生命之粮的言论 耶稣就告诉我们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生活的食粮 他讲你们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但你们才有生命 你们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你们才能够得永生 你们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才能够定入永生 那么耶稣讲的这些话 犹太人听了之后呢 感觉他这话生硬 说谁能听得进去呢 今日福音中就是 说这话太难了 太难听了 太生硬了 所以呢 有些人就走了 因为他们不理解呀 那么耶稣看到 很多人走了 耶稣有没有改变 他的言论呢 耶稣有没有改变 他的理论呢 没有 耶稣也问宗徒们说 难道你们也要离开吗 他也并没有说 别走别走 都来都来都来 我的话讲错了 我得改一改 不是 耶稣一直就没有改他的话 因为他讲的是真实的话 生命的话 这些人听不懂 听不明白 感觉生硬 你想走 你就走 这给我们今天的教会 提一个醒啊 今日我们很多 特别我们在西方国家的教会里边 讲的很多道理呢 不敢讲真正的天主的道理 只是讲天主如何爱你 你犯了罪的天主 也如何爱你 你得罪天主的也如何爱你 忘记了天主的公义 忘记了天主的诫命 忘记了天主的要求 这是不对的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必须讲真实的道理 必须讲天主的要求 必须讲教会的道理 那么呢 虽然可能有些人听不明白 听不进去 但是来讲 我们必须要坚持教会的原则呀 那么耶稣基督看到这些人 很多人感觉他讲的生命之量的言论呢 非常的生硬这个话 确实听不进去 所以有些人就走了 但波多禄啊 却借此机会 道出了一个真理 说诸 唯独你有永生的话 唯独你给我们讲了关于永生的话呀 我们还能偷奔谁呢 真的偷奔你了 那就是波多禄呢 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话 是真实的 是天主的话 所以在这里 第一个重点 耶稣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活的适量 这表明 天上已经降到人间 从天上已经来到人间了 天主已不再是妖不可及 耶稣让我们认识 真实的他 他就是从天上而来 从此之后 天主已经不是那一个高高在上 如同帝王一样 百姓见不到的 而是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了 所以耶稣基督呢 来到人间就是从天而来 第二个重点是 波多禄代表整个宗徒 代表整个教会的信的宣誓 主为你有永生的话 我们已经相信 而且已经知道 已经 过去是 已经知道 你是天主的圣者 波多禄 宣认了耶稣基督 他的身份 是圣者 是天主的圣者 是从天而来的 所以这两个重点 告诉了我们 面对于我们 唯独耶稣 表明了天主 因为在圣经上 有些法律塞人说 没有人讲话像他 这样讲话有权威的 他的话 大有能力 他的话 大有权威啊 耶稣说 你们是有福的 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 因为你们看得见 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 因为听得见 耶稣又说 许多先知和义人 想看你们所看见的 而没有看到 想听你们 想听见的 而没有听到 那就是 在耶稣之前 没有人见过天主 在耶稣基督之前 先知们也没有见过天主 每一次也没有见过天主 他只是见了 焚而不回的经济聪 只是天主向他声音 给他沟通 他也没见过真实的天主 那么呢 耶稣说 你们是有福的 因为你们看到了 真实的天主 你们的耳朵有福了 你们听到了天主 向你们讲的话了 所以这就是 唯独耶稣 表明了天主 而且唯独耶稣 有拯救 宗徒大师路说 因为天上 人间 没有赐下 别的名字 使我们可来得救的 只有耶稣基督 耶稣也说得非常绝对 他说 我是道路 我是真理 我是生命 除非经过我 谁都不能到富难里去 他说得很绝对 除非经过他 那么呢 就说 唯有他有拯救 这就是 而且呢 耶稣也说 我是羊的门 凡在我以前来的 都是贼和强盗 他没有说 部分是贼 部分是强盗 部分是好人 没有 他说都是 贼和强盗 只有 从他这个门 进来的 才是他的羊 那么呢 耶稣说得也很绝对说 不随同我的 就是反对我 不予我收集的 就是分散 你看 因为唯有他有拯救 所以他的话 也如此的绝对 同时第三点 我们看到 唯独耶稣 有绝对的地位 耶稣说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也不是你们 投票选举的我 而是我拣选了你们 你看你看 他的权威 他是他 拣选我们 他是站在 天主性地位上 在给我们讲 所以来讲的话呢 耶稣基督 有绝对的地位 不是你召见了 认识了他 而是他招选了你 他有主权 他有主动权 第四点我们看到 唯独耶稣有绝对的权能 耶稣说 你们放心 我已经战胜了世界 今天哪一个打资本家 哪一个打科学家 哪一个人敢说 自己战胜了世界 而那个被鞭打得快死了 三十出头 一个年轻人 他说 我已经战胜了世界 你看多么大的能力 他的说谎吗 他没有 他说的是真实的话 他确实战胜了世界 而且他又说 在《马德福音》28章18节 他说 天上地下 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 你看看他的地位 他的权能 同时第五点 唯独耶稣是泉源 耶稣说 他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条 我们要跟他连在一起 我们才有 能够活呀 那么呢 面对这个世界 没有基督 全世界全是粪土 这是圣保罗宗宗宗所说的 腓立伯书上 三章八节他说 不但如此 而且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 因为我 只以认识我主耶稣 基督为至宝 为了他 我自愿损失一切 哪一切当废物 为赚得基督 那么就是 没有基督 全人类都是死亡 没有基督 全宇宗都是虚空 这就是面对整个世界 那么面对教会呢 如果没有基督 那就没有恩典 如果没有基督 就没有真理 没有生命 没有信德 没有圣经 也没有光荣天主 也没有属于天主的 一切的美好 更没有生命的成长 更没有福音的广传 所以在教会内 真正的全员 真正的中心是 耶稣基督 不是外在的礼仪 不是外在的形式 也不是外在的 穿的多少人 而真正的是 耶稣基督 所以在教会内 我们不要把基督 高高抬举 而实际地忽略 我们要知道 耶稣基督是真实的 是我们教会的全员 我们信仰的全员 面对生命 我们要想得救 唯独靠耶稣基督 我们要想得力 得到生命力 也是要靠耶稣基督 要想能够战胜魔鬼 也是要靠耶稣基督 要想获得生命 就是吃耶稣 喝耶稣 我们要想传福音 教会一直喊着 要传福音 传福音 我们传福音 靠什么 靠我们有一把的力气吗 靠我们能说会到吗 靠我们有一点资金吗 脑 而是靠耶稣基督啊 不是靠我们的脑袋 不是靠你的聪明 也不是靠你的财富 而是靠的是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的话 生命的话 但是却是永生的话 就是他讲的 那个圣体圣事 那个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这些生命的话 就是永生的话 耶稣是天主的圣者 那么天上地下 除他以外 绝无救援 只有他是天主的圣者 人做不到的 天主都能做到 那么呢 我们每一个人 只有在他内 才能够接受他的话 才能够吃他的肉和他的血 才能够获得永生的生命 如果你不在他内 那你就觉得他的话是生硬的 觉得整个这四个主日以来 读的福音 都是感觉到是生硬的 不是人间的话 听不懂的话 都是感觉到 无法接受的话 但是当你真正住在基督内的时候 接受基督为你生命的救主的时候 你才感觉到 耶稣基督真是给我们送了一个大宝贝 把他自己送给我们 让我们吃他 喝他 而且进入永生 阿们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体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万事之前 有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的累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由同真玛利亚取得肉躯 而成为人 他在班阙毕拉多之政时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生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还要光荣地将来 审判圣者死者 他的神果万事无疆 我信圣神 他是主及富裕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供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亲宠 同享光荣 他曾经先知满发言 我信唯一自圣自功 从宗土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赦罪的圣经 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尽乃是的生命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全能的天主父 愿意所有的人 获得救恩并认识真理 我们恳切向他祈祷 请为天主的神圣教会祈祷 求主在这多变的世界 常保护他 指引他 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世界所有人民祈祷 求主使他们能和睦相处 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所有精神上 或身体上负重担的人祈祷 求主赐给他们力量 减轻他们的痛苦 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庭祈祷 求主恩尊我们 成为他月娜的祭品 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天主 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力量 求你大法慈悲 福听你教会的祈祷 恩赐我们成心所求的恩惠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 第一主基督 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牢阔的果实 门面饼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 愿受赞美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牢阔的果实 葡萄酒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 愿受赞美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教友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力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 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 光荣祂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祂整个圣教会的益助 仁慈的上主 我们都仰赖你圣子的一次牺牲而获救 得为你的义子 求你赏赐我们 在你的教会中 合而为一 共享和平 祂是天主 永生永亡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你所当然的 诸圣父 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我们实实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他借着于奥基 完成了神妙的工程 他使我们摆脱 罪恶和死亡的枷锁 而分享他的光荣 得称为特选的民族 王者的司祭 圣洁的邦国 得救的子民 你招教我们 从黑眼中进入光明 我们要到处 承扬你的德能 因此 我们随同天使 总领天使 以及天上祝圣 各送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 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分上主名额来得 单受赞美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 我们来到你台前 与普世教会 共同庆祝 本周的第一天 基督从死者中 复活的日子 你高举他 是他坐在你的右边 我们靠他的名 恳求你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设神兽 那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心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得的奥基 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史 我们歌述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 光荣的来宁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 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 救恩之悲 感谢你 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 基督的圣体圣邪 并因圣神和尔为一 上主 求你纯念 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 方基格 我们的主教 方基格 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 日趋完善 求你也纯念 怀着复活的 希望而安息的 兄弟姊妹 并求你纯念 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 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纯念 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于 天主之母 同真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圣若瑟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 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 借着你的圣子 耶稣基督 赞美你 献阳你 全能敌 天主圣父 一切忠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系统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信仰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奋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日月的十年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心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求你 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向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 获得安全 使我们前程期待 永生的幸福和救助 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祝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往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是罪的天主高养 求你随领我们 除眠是罪的天主高养 求你随领我们 除眠是罪的天主高养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高养 请看除眠是罪者 蒙照来付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担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上主 你使蔬菜生长 功能食物 使大地生出五谷 你以美酒舒畅人心 我心里的酒 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祈祷 仁慈的上主 求祢借此圣体圣事 广施慈安 治愈我们的心灵 改善我们的生活 好能在一切世上 博得祢的欢心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祢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成 感谢天主 明镜与点点栏目